代鋪車不能押不緊 你要去買一兩三連車 我裡面一堆啦 一兩三連車沒有毛病 那個叫正常 那個不能有毛病 本來就不能有毛病了 但是你今天買的代鋪車 車況好壞會決定 包括一些消耗品更換 開換的時間 還會取消到你的手啊 李承保證 我承諾 大家好 我是五甲汽車豪哥 阿豪 真姓豪 待會再跟你說 有想出一個結尾的slogan 聽起來還蠻溜的 很多網友跟豪哥說 豪哥 你都介紹那個新兵兵 你最近是在去校園 都一直介紹電動車 電動車我們還買不起啊 單價還那麼高 你最近 開始有聽進去我們的聲音 有一些代步車 比較優質的 給我們介紹一下 今年非常不一樣 今年也做了一些些許的改變 所以說我們的行李 歸後的穩定啦 以前的輝房時期 我們現在要再賣掉了 但是已經慢慢有聞到那個味道了 好 所以說 我們今年一直在賣車 說沒時間拍影片 因為賣得好就要賣得多 賣得多 不然你想得這麼簡單 不是有錢就有車 車我們要怎麼去搶 來 對你們消費者 我們賣出去 我們站得住腳 這是最重要的東西 我想跟我的客人講 五甲汽車是我們家的 我不能把它拿來當開玩笑 我不是也無法 我要為了這一塊 五甲汽車的招牌 對你們負責 因為我的下一代 他們也是需要靠這一塊來 等它放完啦 其實2013年年底 Super Central就是2014年 是比較開始有的車 所以這就是頭第一杯 頭第一杯量不太多 所以你在市面上 要看到Super Central 不是很困難 但是如果你要看到 這一台跑五萬 我又說一道五萬 這之前的車主 就是錢太多 要靠北 難不就是太怕死 從新車買到現在 都還在原廠做保養 我跟你說人都很舒服的啦 新車保護過後 你原廠沒有跟我做保固了 新車保固兩年嘛 兩年報告過後 我就沒想到原廠做保養 對啊 那些東西都叫我用套餐 五萬公里要換 幾萬公里要換 好貴喔 我就不想要進原廠 你都沒有保固了嘛 所以人就是這樣 他就在外面了 他短暫 我們要買車的時候 反過來 我想要從頭到尾都在原廠 原廠 什麼時間到要做什麼保養 如果你沒有遵照他的意思 他會建議你不要進來 載一張車他還在原廠在開錢 我說這個人他對的車很負責 他很愛車 他我不知道缺不缺錢 我想他的個人送路應該是穩定的啦 今年的一月啦 還在原廠做五萬五千公里的保養 現在五萬六 待會再跟你們試探 車頭 水箱護照沒有去喔 太大的石頭產生坑坑巴巴 大燈也沒有太過分的幻黃 現況我覺得這樣已經是八十分了 你如果想讓他比較兩眼 金金 是夠 我會跟你說 在什麼地方找我的朋友都拋光 還很漂亮 還沒有改革 這就是我們的問路 給你介紹給你看 年輕 剛好 我有想一個而已 四個旅圈到現在 完全沒有比較明顯的 瓜生 風輕的高峻十五萬公里 外表整個新坑坑 範照式的擴視鏡的方向燈 也都會破損 這我沒有搞笑喔 這你來看 這就是 舊的 還要新坑坑 金魚窗也有加 然後這一版叫做 豪華版 豪華版在外表看的出來就是 它就是有 MOMEN 這個年代有MOMEN 不簡單 已經算是這張車 Level比較高 這個年分 它的後車燈有LED 不簡單 LED就是很多小燈泡串層的一個燈 你要讓同時這麼多小燈泡 燒起 不太簡單 以前傳統的一顆嘛 一顆燒起就是一邊不倒了 這個燈很重要 晚上你如果沒有後煞車燈的情況下 後面追蹤的機會很高 LED 是現在 全部的車子有主流都是這樣 現在沒有LED困難了 後車廂的空間 以這個1.8cc以內的 國產車 它的公升數絕對是頂尖的 你上一直在強調 以前Centro 大TTA 它就是用一個 魔術大空間 然後就是 類似3.0的車內大空間 然後又有 低油耗量 低水精製 很划算 你像這個穿白鋼 穿得好 我們的水精穿離到穿白鋸一樣 白鋸也要穿白鋸 什麼人要塞穿離 我們台灣的課稅方式就很特別了 兩個鏡頭 一個鏡頭是 早車影像的鏡頭 一個鏡頭是 後行車紀錄器的鏡頭 無法做整合啦 因為那個時代就是這樣啦 人家有去加這些東西 我們可樂而不為啦 好啦 我們到內裝去走走 走 15萬公里 56,054公里 我剛才跟你說過的 我們這台車 從新車原廠到現在 它的最末端就是 2024年1月6號 這原廠的 5.5萬公里的定期保養 現在就是 我們倒了保養 到現在塞500公里 因為它沒有什麼塞車 這真的叫 原廠的保養記錄都貼在這邊 我也沒這麼用 人家在大小店 來這裡給你嚎唬吧 外觀的選配跟內裝的選配 我現在又跟大家講一下 它外表情語窗 裡面有胎壓顯示器 它這是有數據顯示的 不是光亮胎壓 抬頭顯示器 這個也加上的 這台最新的 8核心的安卓機 像你的iPad這樣 你的手機只要有吃到保的功能 你就可以用它 它可以讓你看電視 導航、APP下載 上網 還有無線卡片 導車影像 這是整個的都在裡面 還有前後鏡頭的行車紀錄器 它這台車的椅子好像有中的 這叫做3D Relax 就是3D 輸壓座位 你坐起來 先像坐在你家裡的碰椅 我沒給你嚎唬 你上的椅子真的四倍好坐 你如果坐年上的椅子坐不下 說真的你沒試試 我不會騙你坐的 這坐的能否是不夠舒服的舒服 麻煩你跟你們兩個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 要去智慧鑰匙 用按壓式的 沒用車子去轉 有一個分區恆溫 各吹各的 不用誰再去牽救誰 這台車它做到這麼冷靜的 內裝到現在 身邊邊呢 我不知道要怎麼說 那椅子到現在像新的這樣 說真的 你這個年份的里程數要跑20萬公里 要跑30萬公里 我都覺得合理啦 那這台跑5萬的內裝 跑5萬到跑15萬是完全不一樣的車 歡迎你們來感受一下 這舊的船 你真的要好好把握 代步車 不可以壓力 你要去買一兩三連車 我裡面一堆啦 一兩三連車沒有毛病 那個叫正常 那個不能有毛病 本來就不能有毛病了 但是你今天買的代步車 車況好壞 會決定 包括一些消耗品 更換胎換的時間 還會隨便到你的手 這台車跑5萬公斤 到現在頭好壯壯的 這家日系車5萬公里 會有什麼大毛病 不可能啦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你不是計程車 你不是出租車 你沒有那麼衰小啦 有那麼多的樣本 告訴我們了 日系車在10萬公里以內 正常消耗不會出什麼問題 平均行情上網查一下 絕對落在20到28 里程數15萬 20萬 30萬 都看得對 這里程數正常15萬以上 甚至到30萬 我們這105萬 全體我剛才拿到6萬了 25萬賣給你 如果你要買代賦車 拜託 不要錯過這一台 要不然 你一定會 感情的 好好把握 不要錯過 我是你買車的顧問 你要幫我找真心車 給我找真心好 OK 掰 實在就是 SUM 2 0 1 1 1 2 1 2